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表达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老师也说过 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不了解像天上会下雨一样这么自然 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不了解像天上会下雨一样这么自然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彼此的业力不同 业力不同 因为业力不同的时候呢 其实对着同一个境界 每个人的认知跟感受都会不一样 听到同一段话 看到同一个文字呢 其实每一个人认知跟感受都会不一样 好 我就听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个时候事情是发生在国外这样 那时候呢 有一个人呢 他跟另外一个他在当地认识的朋友 然后一起在外面走一走看一看 然后呢 那个时候他第一次看到那个外国的那个建筑工人 然后正好那个下宫休息 在那边吃他们自己带来的那个午餐的便当 然后他看一看就觉得蛮有意思嘛 因为那个毕竟这个东方人跟西方人那个 这个准备午餐便当啊 准备那个餐盒的那个方式是不一样嘛 那看一看就觉得蛮有趣的 然后他就顺口问一下旁边这个朋友 好 说哎 你以前工作的时候 中午吃午餐是不是也是像他们这样子 这个自己带一个带一个餐盒这样吃这样 但是没想到他这个新认识的朋友 突然很严肃的跟他讲 好 说我从来没做过这种工作 你们听得懂吗 他说他突然那个认识的朋友跟他很严肃的讲 我从来没做过这种工作这样 然后这个人就突然有点错愕这样 因为他觉得他好像从头到尾没跟他谈这个工作 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样 其实后来再慢慢了解他那个新朋友的背景之后 他才了解说 哦 那个他认识的这个新朋友 其实也是当初从东方 小时候就跟着父母亲 移民到西方国家来 然后其实他小时候的那个过程 因为要克服文化语言 还有家庭经济的种种的障碍 事实上是蛮辛苦的 蛮辛苦的 不过他这个朋友很自豪的一点就是说 那他是用很认真的 读书啊 学习啊 受教育啊 所以一从学校毕业呢 他从事的就是高科技的行业 跟他小时候那种 好像有点被环境压迫 还是被旁边人欺负的那种状况是不一样的 这样 所以呢 前面那个问他话的人呢 他其实不知道他这个背景 所以只是顺口问他一下说 那你以前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像他们一样 这样子带午餐盒出来用 那听到对方的耳朵里就完全不一样 好 那对方习惯性的就会觉得说 大概想让你知道说 我以前 我从学校一毕业一开始 我从事的就是很高尚的工作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好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 人的业力不一样的关系 所以他听到同样一句话 看到同样一段文字 在他内心里面牵引起来的业力跟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这样 好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 你表达的意思好像你自己懂了 对方就应该懂 其实不会是这样 不会是这样 好 所以呢 这边老师说的 自己有把问题讲清楚吗 好 讲清楚是 讲到什么程度呢 讲到让对方可以理解 不是从自己的角度衡量 好 其实这个认真讲 其实就有学问在里面了 事实上呢 平常就要有那种待人着想的习惯 然后更高端的是什么 其实你还要有一点业果的基础 好 就是观察一下众生的更新跟业力 你再讲你才确定说 你想表达给他的是你真的想表达的 他没有接受错 那另外一方面老师这边也讲 清晰的表述自己的需要 清晰的表述自己的需要呢 如果我们用佛法的名词来讲 你想清晰表述自己的需要 你要远离争议跟损减 什么叫争议呢 争议就是没那么多被你多加了 什么叫损减呢 就是没那么少被你减掉了 其实你清晰表达自己的时候 也要记得要远离争议跟损减 比如说我以前在看老师跟一些这个 居士同学沟通的时候 或者是讲法 为他们讲法开示的时候呢 其实老师有提醒过一件事情 好 那 那那个 女性观众不要觉得我是故意找你们麻烦 没有没有 我就是转述老师的话 老师那时候他也是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 然后他有提醒当时的这个 女性居士说 其实有的时候 有一些女众 听起来他好像一直对他身旁的人一直在抱怨 其实呢 他真正想表达的是 他需要关心 但他这个没有表达出来 他只是一直对身边的人表达不满意 跟抱怨 而他真正想表达的是 我需要关心他却没有表达出来这样 那其实这样就会造成很多沟通上面 跟相处上面一些这个 想象不到的累积越来越多的问题 所以这边我们才讲说 清晰的表达字也需要 表述字也需要的时候 要记得要远离那个争议跟损减 这个时候其实也很需要一个 向内观察的功夫 向内观察内心的功夫 所以呢 我们刚刚说人跟人之间的这个 业力的差距都很大 所以对同样的境界 大家的反应感受认知都会不一样 那这时候你怎么突破这种 业力的差异 你怎么样跨越这种沟通的鸿沟呢 其实我一直会觉得说 真正沟通的鸿沟啊 就显现在业力的差异上面 显现在业力的差异上面 就像我一开始讲那个例子嘛 他只是问他的朋友说 你以前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也像他们这样子 带着午餐盒在用餐这样 那没想到那个朋友就突然反应 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嘛 好所以所谓的沟通的鸿沟呢 我觉得往往会显示在 业力的差异上 那你怎么突破这个业力的差异呢 你怎么突破这个业力的差异呢 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想到有什么好办法吗 我不想马上讲答案哦 讲答案太顺了 你们就过去了这样 给你们认真想个几秒钟 怎么样突破这种沟通当中 大家彼此业力的差距呢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有 学广论的人最占便宜啊 学广论的人最占便宜 其实你只要把听音文鬼里 跟讲说鬼里认真的学习 认真的练习 这方面呢就容易得到很大的突破 就是广论上面讲的 听闻鬼里如何听话 如何听话 本来听闻鬼里是讲 你听法的时候该如何听嘛 事实上它可以用在任何场合 只要是你听话的场合 你都可以把听闻鬼里用上去 也都可以透过实践听闻鬼里 能得到师长佛不萨的加持 还有一个就是说法鬼里 说法鬼里其实也是一样 你任何说话的场合 你也可以用说法鬼里 也可以让你这个说话的人 还有听你的话的人 都可以得到师长佛不萨的加持 那 为什么听闻鬼里跟讲说鬼里 可以帮助我们突破 业力的障碍 沟通的鸿沟呢 因为 透过你如法的讲说跟听闻呢 好 我们可以得到师长佛不萨的加持 师长佛不萨的加持 什么特征呢 师长佛不萨的特色就是 他们可以 任运的饶益 所有不同业力 不同根性的友情 好 所以呢 我本来是个凡夫 我可能听话也听不太清楚 我表达也表达不太清楚 我也不了解对方 但是当我认真的去学习跟实践 听闻鬼里跟讲说鬼里 广论上面讲的听闻鬼里跟讲说鬼里的时候呢 你就有机会得到师长佛不萨的加持 而师长佛不萨的加持是 可以饶益到所有不同根性 跟不同业力的众生了 好 所以呢 我们要从听闻鬼里当中 从你认真听的过程当中呢 你去学习 你去获得师长佛陀呢 他们怎么用圆满的动机 清晰地表达自己要表述的内容 你在认真听的过程 其实你可以学到这个 好 然后呢 在说法的时候呢 说法鬼里里面有一点 我觉得有一点恶药 那老师说过 说在说法的时候 一个说法者要不断地 以自己所说的内容 检视自己 检查自己 好 不断地以自己所说的内容 检视自己 检查自己 这样你在一边说的时候 你有保持一个向内观察的心 好 向内依法检查的心啊 这样子你说出来的话 对别人才可能比较有正确的帮助 好 这也是广论上面讲的嘛 自为调伏而调伏他 无有是处 一定是先自己能够调伏 向内观察呢 我们也才能够帮助别人 调伏向内观察 所以呢 我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 前一阵子那个 我们的那个 广海明月 全广进度啊 那正在学到广论上面 最前面的假一造者书胜嘛 就是在解释说 广论的这个传承教授 他最初的起源是来自于阿里侠尊者 那阿里侠尊者有哪些 书胜的功德 这样 那你也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 去观察到 广论的作者 宗科巴大师啊 还有老师啊 还有师父 他们很善巧的这种 说法跟沟通的功德 比如说 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 其实在 假依照者书胜啊 就是介绍广论 传承教授的起源 阿里侠尊者的功德的时候呢 其实 宗大师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呢 宗大师不只是介绍 阿里侠尊者的生平功德而已 同时呢 宗大师还有 把 佛法 教法 修行的恶药 整个佛法 整个教法 整个修行的恶药呢 宗大师有一起 跟着阿里侠尊者传的内容 在介绍阿里侠尊者 生平功德的过程当中 宗大师有一起介绍出来 为什么呢 平常我们都说 我以教理具 照见乳密德嘛 我用教理的火具 照见你的秘密功德 就是 祖师啊 师长佛菩萨的功德呢 事实上你要用佛法的教理去观察 你才知道 他那个真正的功德的内涵是什么 如果你根本不懂教理 你不知道佛法的重点在哪里的话 其实教理看也是 五萨萨 你会看不出 真正有价值的功德在哪里 这样 所以其实宗大师很善巧 他在介绍阿里侠尊者 的功德的时候呢 宗大师会同时也介绍 整个大圣佛法修行的重点在哪里 整个教法的恶药在哪里 让大家根据这个重点恶药来观察阿里侠尊者的功德 就会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 介绍阿里侠尊者的 菩萨界的功德的时候 好那里面特别有提到说 阿里侠尊者有如实发起圆满的 菩利心嘛 那宗大师的原文就说 为心发起 爱他圣字 菩利之心这样 就是宗大师在菩利心前面加了四个字叫 爱他圣字这样 那我们都知道菩利心是 屈如大圣佛法的根本嘛 对不对 但是呢 宗大师加了爱他圣字 这四个字就很重要 为什么呢 爱他圣字 其实就是菩利心的最主要的特征 一个发起菩利心的人 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所以呢 广论整个上世道 讲的都是发菩利心 好 跟行菩萨行的内涵 但是宗大师就用四个字 爱他圣字 好 把发菩利心 行菩利心的恶药 就表达出来了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宗大师善巧的地方 就是他会 一边介绍教法的恶药让你知道 然后你再根据这个恶药来看 阿里侠尊者的功德这样 这样介绍了恶药之后呢 我觉得对初学的人 还有对久学的人 都很有帮助 比如说 刚开始学的同学 你根本还没有学到后面的什么上世道啊 经论的后面的部分 你都还没有学啊 但是因为你先知道了 菩利心的恶药是 爱他圣字 爱他圣字 好 所以呢 你先了解了这个恶药之后 或者说你先心里有这个印象之后 以后后面你开始学上世道 学菩利心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恶药在哪里 至少你有这样一个出钱的概念 你学习的时候就容易把握重点 好 能够有一个更深入的 更深入的理解跟体会这样 那对于学了很久的同学 比如说广论的内容 你可能很熟了 你可能学了好几轮了 上世道的内容 可能文字上的内容 你也很熟了 那钟大师这个收射的恶药对你来讲就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广论的特色就是摄药而修 摄持恶药而修 摄药而修 你学到了很广的内涵之后呢 你要懂得把它收射成恶药 这样子你行持的时候 你脑子里记得这个恶药呢 然后这个恶药呢 很广的内容收射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恶药 可以放在脑子里 可是这个简单的恶药 因为你对内容很熟的关系 它又可以连结到全部的内涵 就是我们比方讲胸有成竹嘛 这样子你在学习跟修行的时候 才有准度 才有精确度 这样 所以呢 钟大师这种介绍教法恶药的方式 在介绍阿里达尊者传的时候 同时介绍教法恶药的方式 事实上对初学的人 对久学的人 都是有非常深的加持跟饶意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说明刚刚讲的 就是佛菩萨他们的说法的功德 就是这样 他们可以利益不同根性的 不同业力的所有的众生 我们透过认真听 认真学的过程 认真学习听闻鬼里 跟讲说鬼里的过程 我们就容易得到 师长佛菩萨的这种加持 比较容易突破 人跟人之间这种业力的障碍 或者是沟通的鸿沟 或是沟通的鸿沟 是沟通的鸿沟 那么这种业力的 也就是用好 文字 cr�的身边 鸿沟 就是唯一属的 相声 都会见到